哈 巡洋记简单的来说 它就是一个追寻雪豹的旅行故事而已 但我其实很怀疑旅行书写 在这个年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要让我们为它砍树造纸 印一大堆书放在书架上面让人家读 现在在我们这个年代 你提到任何一个陌生的国度的时候 你随时都可以上网 找到如山如海的资料 我们作为旅行书写的读者 我们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过去几年的时光 我只是打磨这么一颗眼睛 它是我认为最美丽的一颗眼睛 接下来我希望把这颗眼睛交给你 让它代替你去窥探另外一个世界 让它代替你掉眼泪 巡洋记这本书 你真的要用一句话来讲完它的话 它其实就是去寻找雪豹的故事 但是在寻找雪豹这件事情 它看起来是一个追求自然的过程 但是会有非常多的东西被它牵引寄来 就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 会在这个过程中全部都被带出来 我觉得疫情对我们最大的影响 就是它限制我们的移动 特别是如果你要写旅行书写的话 或者是自然书写的话 那因为我巡洋记 其实是一个向外追寻的过程 但是我现在其实会把目光放回到我们城市里面 因为在城市里面 在都市里面 事实上人跟自然也有不一样的互动方式 所以不是所谓只有荒野 只有偏远的地方才有所谓的自然 那当我把目光放回到城市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可以让我们 以另外一种角度来探索人跟自然的关系